大陸发现不明身份的外机接近领空后 解放军派出了两架歼20驱离 飞行员做出了两面包夹进行拦截 影片中没有公布外机的资讯和日期等 只表示此次的拦截是近距离缠斗 许多军事民认为 此类任务应该由歼10歼16担任 向歼20般的隐身战机 需要单纲的任务是远距瞄准打击 甚至应该打开火控雷达 锁定对方才更有威责力 今年以来外国军机多次在大陆领空附近活动 遭到解放军强硬拦截和驱离 央视公布的驱离影片可以看出 两机在缠冻时现场十分的惊心动魄 包括今年2月解放军驱逐敌机 不仅语音警告 动作警告 还会有发射红外弹警告 而这也是日前歼20发射导弹 三秒命中目标画面公开后 其实战任务再次曝光 此外大陆八一建军节的纪录片中 还有近距离看中央山脉 这段影片的内容 一月份就曾曝光 美联社分析 大陆近期不断主动公布这些画面 主要是要煽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展示对于侵略台湾的军事信心 TVBS新闻 谢谢陈向如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